去法國的時候我都答應了KO會幫他太太和小朋友 其實都要買一些愛馬亞士MS的兒童一裝 培養他作為未來的主人傭再加上未來的港女 所以一定要帶一些愛馬亞士的口水兼 那些什麼鞋子那些袋子 我看金比的女兒也是這樣 我會錄一段錄音多謝阿姨叔叔 金比的女兒也有,KO的女兒也一定要有 不可以失禮 嘩,馬上說話 我說多謝叔叔 一聽到,馬上衝過來 我說多謝雷種叔叔 我說雷種叔叔,請你 我繼續講到市場 歐羅跌了下去 再加上其實 我不是說的 而且在英國裡面基本上是沒有什麼 那個 Thanksgiving 的氣氛 唯一有就是每個網站都立即彈出來 就說 Black Friday 這個 那裡都有 看到都覺得很開心 這麼有趣 就是 Thanksgiving 不祝禮 就 Black Friday 就一定要 要找個借口減價 真的太誇張了 還有有些 其實有些都等到現在才做的 你知道香港就不太習慣有 Black Friday sellers 其實不算多 有一小部分 但是在英國裡面都挺流行的 所以譬如有些日用品 尤其是譬如可能 你知道這裡天氣乾燥一點 都要用Cream 就算不是說用一些很名貴 或者是洗手液等等 都會一次過去等完 這次 入多一點貨 省一點 學一些雷種省家 所以歐羅一平 我真的記得明天要去愛馬士坡 鄉舍利四大道的愛馬士坡 我只是說想說 現在不是 Gucci的嗎 要Gucci? 不對 這個品牌的設計 最近在做的 這些是Gaga Gucci 這些怎麼說 第一層的尾 當然是愛馬士是最厲害的 現在 不用說 就是 有限量 整輪車的 法拉里 大佬 在Bagetti 那些都是OK Aster Martin都是第一層 但是 尾一點點 怎麼都一定要找些最漂亮的 給千金的 那 歐羅一跌了下去 應該就是個 那個 是否紐西蘭紙是有加息 所以 紐西蘭應該都升了上去 還有好像韓國我看到也有加息 那 不知道雷種有沒有印象 所以 有 所以 你看不到紐紙是 就是 升了很多 反而是跌了一棍下去 因為都 也有加息 還有可能應該 議息之後的聲明都沒有說是繼續會有個加息的作為 那 所以 都 比較 靜一點 唯一一個 最瘋的國家 就是 我覺得 很搞笑 其實好像我上次也有說 那就是 就是 這個 就是 Turkey 就是 我們吃Turkey 你看到Turkey這個貨幣 我完全 我不是很明白他的經濟邏輯 他說 為了去 就是 控制的通脹 所以我減息 雷種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 為什麼由減息的方向 由他之前炒 女婿 就是作為央行行長 很多行為 我已經覺得 不太明白 阿爾多安的思維 再加上 就是現在搞了一個大東亞 不是大突厥 共榮圈的一個計劃 令到黨媒都很害怕 因為新疆等等 都是一些突厥的 一些民族的其中一部分 所以就是 究竟 土耳其 埃爾多安 怎麼搞的 雷種 究竟 土耳其 埃爾多安 雷種究竟是怎麼搞的 他那裡 真的很奇怪 是 好像是我這邊有點疼 不知道什麼原因 我盡量嘗試關掉 那些電腦的APP 希望可以沒有扯這麼多 你是在下載校長的閃卡 那些片 浪費了 其實這個 土耳其的情況 都真的比較難搞的 現在是 在過去 我想這二十年來講 其實全球很多國家 都是 所謂叫做 財政政策 和這個 國家的管治 這個 貨幣政策 其實是 分開 應該是獨立的 運作 這個是 大趨勢 但是在土耳其 來講的話 就 這個情況 有些像 效法 我們祖國的做法 OK 任何東西都是 歸這個黨 聽這個黨話的 OK 在土耳其來講的話 就沒有這個 所謂叫黨 就是 安易多安 一個人就說了事 所以 這個 都是 遺命是從 在土耳其來講 央行 並不是一個 獨立的機構 個體來的 基本上就是一個 你可以當它是一個 各有的其中一個部門 那樣 所以就 完全是 安易多安 想怎樣做 所以這個都是 就是 市場是完全失去信心 其實我上次也有講過 其實呢 有時候 央行的貨幣政策 你除了看一些經濟數據來講的話 其實都要很視乎 就是市場 一些比較微妙的 那個 情緒的轉向 比如說 我上次講到 市場 或者投資者 對那個通脹的預期 怎樣 預期這件事 其實就不一定是說 百分之百 很客觀 很理據的東西 有很多是一些 期望 但是 如果央行 是不理會這些 比較 是 的因素 的話 其實呢 都 可能會受到 市場的一個 就是 信任票 那現在 在土耳其的貨幣政策 很明顯 就是市場在投入一個 很大的一個 不信任的一個票 那我特地為什麼 拿了這個網站出來呢 就是呢 我知道雷宗是 Auntie Apple 但是呢 就是Apple 他那個網頁 你懂土耳其文的 那他就寫 我想聽你翻譯的 哈哈 那他就寫說 就是 你之前準備的時候 跟我說的 你說呢 這個畫面就代表說 Apple 不受土耳其 去買買Apple 因為 他都不知道 怎樣調整了價格 那個貨幣這樣 不斷地卸下來 那你 賣便宜了那些產品 所以 Apple也宣佈 就是 不會再是 就是 未必會 廚師 那都要看貨幣 比較穩定才行 因為 那個貨幣已經去到20% 都幾天 就是 我也不知道怎樣搞 我也說 一個國家的貨幣 如果是 太大幅波動的話 那個 經濟 那個地方 一定是受到一個影響 所以都很麻煩 連Apple也開始不做那邊的生意 但是我想說一說 其實Apple 可能這個也受制於土耳其那邊的央行 或者政府 對當地使用土耳其以外的貨幣 在一些交易上面 那就是 就是我心想 如果你說Apple 可以說 我們決定在土耳其的產品 我們不收這個土耳其貨幣 我們收到美金 那樣 就是 總之 你的貨幣怎樣走快的話 總之 你要買我的蘋果手機 蘋果的電腦的話 你會付美金 那樣 可能這個就是一個想法 其實講到這件事情 我都想拆開一點點 講一講 但是我想兩位拍檔 可能還記得 我們 好幾個月之前 都提及到這個委內瑞拉 這個 就是 委內瑞拉的經濟 基本上就是 貧林 就是崩潰的邊緣 就是 這個 政府的政策 很多都不合理 那樣 曾經 曾經 就說 委內瑞拉準備搞一個 委內瑞拉的虛擬貨幣 他上次就是 就是 維持的經濟 也都是 先世界之師 就是 講完一陣之後 就沒有那件事這樣 其實最近 看到一些 update 委內瑞拉的情況 好像是 略為地 回穩了一些 那 為什麼會忽然之間 有這麼大的轉變 就是 就是 這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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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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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在這個 民眾 使用這個 美金 做這個交易 那 為這個委內瑞拉的經濟 呢 帶來一些 新的轉機 那 這是挺有趣的發展 這位 之前他們做了一個 就是 high cut inflation 裡面 政府最喜歡做 又無謂的事情 就是 在一個貨幣 就是 減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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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真的 每次都是這樣 就等於一隻 世界股 你合股 那些市場反而會再跌 因為怕你合完之後又跌 所以 真的 這些就減不行 但反而會不會是 學回之前 就是 薩亞多 是用一個 全蜜蜜蜜的一個世界 是會 就是反而是 有一個好處 嗯 這個也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 這個一個是 嗯 那 那 因為主要的 外匯 就 偏向比較弱些 那我建議 就是很分階段 慢慢吸納 尤其是 如果你 又要公仔女去 英國讀書等 我覺得是比較值得些 那 那 又加 就 其實都回來了 但是那個階段呢 就是 我知道雷總說之前 就是幾年前那個階段是會大些 但是 偏向就是如果 今年 那個階段呢 就是波蘭達油 和紐約 其油呢 那個階段呢 都成4元 3-4元呢 都是有少少闊了些 我知道 比之前 是闊了些 之前是曾經收窄到 只有一個多的差別 去查一查些油箱 還有 你也知道 能源是佔成了CPI 一個比較重要的位置 那 只要油價是 叫做插回去 似乎是 就是 有些方法是會 控制通脹 那你覺得這條 會不會實現呢 剛才說回戰略石油儲備 那件事 這次呢 美國就 很出奇 因為 上一次呢 美國大規模釋放 戰略石油儲備 就已經要數到2011年 當時呢 就是跟利比亞那邊呢 就是 打仗 那 結果就 油價標上 120元 那當時呢 奧巴馬政署呢 就是 動用了 6千萬桶的 戰略石油儲備 來緩衝這個 油價 當年呢 就是跟歐洲的國家 一起去做這個 釋放戰略石油儲備 那 那這次 那個釋放石油儲備的規模 如果單計美國呢 就沒有上次那麼多的 這次 美國就釋放5千萬桶的 戰略石油儲備 出來 那但是這次呢 就是聯同 亞洲的一些國家做 就不是跟歐洲那邊做 因為這次 歐洲那邊呢 反而是反對的 就是可能 就是 本身他們的戰略石油儲備 也不多 那 所以就 沒有參加 那加起來 其實有些國家 還沒正式宣佈的 包括 就是 日本 會參加 南韓 都沒有正式宣佈的 中國 都 全民會參加 但是沒有正式宣佈 那 但是市場 總共呢 應該是會 有差不多7千萬桶的 戰略石油儲備 釋放 那 會是歷史上 最大的一次 那 7千萬桶是一個什麼 概念呢 那現在 一天的全世界的擁有量 大概是 一億共渣 那 差不多是等於 一天的擁有量的七成 左右 那當然 當然 就不會是一天過 那 就全部都扔出來 那是 差不多半年左右 去到明年 四月左右 就 其中 美國的 五千萬桶裡面 有三千二百萬桶 是會 透過 和石油公司 做的 那 那就慢慢會 那 另外剩下的 一千八百萬桶 就會 逐步逐步 就會 就不會是 賣出來 這樣 這個 這個 suppose 這個 釋放戰利潤 是一個 即是對油價利淡的消息 但是看到其實人家 基本上 是 沒什麼 一點移動過 甚至是 宣布完之後 適時是升的 因為這個釋放之後就被掩存了一段時間 而最後宣佈美國釋放五千萬港 其實規模還是比預計中要低 所以油價首先是沒有什麼即時的大影響 再加上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油組原本在下個月二號 會再開會談這個增產的規模 暫時在沙特每個月增產40萬港 但是因為美國釋放了戰略石油儲備 現在油組全力會暫停他們的增產地下 變相其實是沒有什麼增加實際的石油功能 所以結果油價就是沒有上升 至於你說WTI和Brand的那個gap 為什麼忽然會拉開了呢 就是因為現在釋放的石油儲備都壓制不了油價的話 美國可以做的下一步其實就是重新禁止國內的石油出口 就是石油出口這個東西其實美國是禁了很多年 但是去到奧巴馬政府的時候才是取消了這個出口的禁令 因為有越南氣越南油的一個減盟 就是這個產量增加 如果真的壓制不了的話 那起碼可以壓了WTI國內的一個油價先 那就停止了出口 令到美國增加 那這個東西當然是未落實的 但是本來是有類似的傳聞權 所以這個可能也是對這個WTI和Brand的gap 是會構成了一定的影響 那另一樣其實已經是在做的 其實他也有說的 那就是叫這個FTC 那就是貿易的那個 我忘記了那個英文說明 那就是去查 沒有說明哪兩間的 但是就說市場最大的兩間 市場最大的兩間 其實雖然沒有說明 那就是肯定是FM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聯邦這個貿易的Commission 那他就說他們盈利又去到一個比較高的水平 又會考慮用他們很多的盈餘來回購股份 去到做那個股價 但是都完全沒有想過 就要幫忙控制這個國內人間 那其實在商連商 那就是一個人沒有理會的 那當然他們油價高了 那他們當然賺多了 因為他們是有 也都是有生產石油的 那個業務 不是只有聯顧那個業務 但是當然 政治上有這樣的需要的 那一定是找一些大公司去搞一搞的 那看看這個人公司那方面會不會財犯 那我做一些gestures 因為始終在國內的民望都是偏低 其中一個貿易 我想很多政府都受影響 我看台灣有些新聞都說 就是這個賽價升了很多 那雷種香港 你拿華套 就是這個熟悉市場 還有這個濕貨市場的那個報價是怎樣呢 豬肉今天就幾一斤 你買菜有沒有貴了 你很新吃的 買菜是 我覺得今年以來來講的話 其實那些東西普遍是真的貴了一些的 這個賽價肉價其實都是明顯的 我都已經很一段時間減少了買這個新鮮肉 因為那個價錢實在太誇張了 我寧願就對我來說的話 你這個也是蛋白質而已 蛋白質而已 OK 這個冰的我覺得是完全可以接受到的 昆蟲轉化率 雷種是最好的 昆蟲就是蟑螂 這些蛋白質的成分又最好 最純正 所以都可以考慮一下 那再講其他 貴金屬 哇 你的金又被你沽了下來 雷種 幾經辛苦看到一千八百留上 給你一下就整支陰燭 插穿了一千八百 那不是貴金 應該要買金 還是美金都真的太強 不就是阿哥Sam 也是阿哥Sam 再加上 剛才忘記說 就是聯儲局最後都宣佈了 應該不是說聯儲局宣佈了 是拜登最後都宣佈了 再獲得多一次 J Powell作為行長 其實這個都最熱門的 之前好像都傳過有個 那個女人是一起會跟他有機會贊 我忘記了那個女人叫什麼名字 Brainard 是啊 但是他好像比J Powell更合適 因為之前說到要全民就業 他才肯縮一些特別的措施 所以可不可以說他比J Powell更合適呢? 市場是這樣理解讀法 但是現在 拜登是Norman 他是做副行長 是啊 是啊 所以兩個 兩隻八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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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 但是美金還是這麼強 如果找個鷹一點 就夾到 不得了 這個我都心想 兩隻甲 美金這麼強 真是搞笑 那所以沒辦法 貴金屬就滾下來 那美金真的太強 是油才沒有太大影響 那所以整體是很誇張的 那如果工業用的金屬來講的話 Copper還是維持高位的 形態都比較英俊一點 那鋁都基本上已經插進去做了一個 比較大一點的調整 那 阿倫奧 都是慢慢的看好 是否因為始終在中國裏面 都夾住他的PPI 不讓他升 那所以 主要是中國啦 這個真的是 是啊 因為我看到在香港的市場 就經常賣那隻ETF 就做鐵冠石那隻ETF的 那去年其實升得很好 那你變成這樣吧 那今年再繼續買就會這樣 那祝大家好運 那其他 小麥來講 就一直都是 如果是在食物的期貨裡面來講 都是做得最英俊的 那其他好好的都是比較朗一點 那咖啡我終於知道什麼原因 就是我喝著 我都說了 我上次喝Robusta 就是比較便宜一點 那種就喝Arabica 那就貴很多 那我那些Robusta呢 都是升了很多 那我終於查到一些麥克風的原因 好像說 好像巴西都落過雪來 我都不太明白 我說巴西落雪的山那裡 那所以呢就影響了一些 就是咖啡的出產 那所以就 一夜就升了上去 真是很惡搞 很難炒 我真的不懂 所以不敢碰這些 尤其是期貨已經不夠敢碰 不是很夠膽去碰的 還有食品的期貨 我真的 我都是投降 我不敢買這些 那所以 整體都是一般 那 Crypto呢 都可以講一講 那今個禮拜 都是維持了一個比較 六萬樓下的情況 那好像 美國就出了一個關於Crypto的報告的 那 前這個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之一 就是希拉里 其實都出來說的話 就是 喂 要不要調查穩定幣 因為如果Crypto的市場太大的話 有機會影響到美金的地位 但是反而有一個 就是其他的 就是 委員會的成員 就比較 維護些 那個 就是Crypto市場 他說Crypto呢 有 幫助得到 令到 就是美金 或者那個 Inflation的情況 不會那麼厲害 我覺得這個都挺搞笑的 這樣去講 就是聽下去 我開始覺得 OK 好像聽下去 有點奇怪 那 那 Ether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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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偏要一個 高位 4470 左右 所以 Crypto的市場就是這樣 那今節的時間差不多了 那下節回來 再講其他一個 題目